大家好,欢迎收看快勤看房,我是雨昕 今天我们来看一处位于大阪府梅芳市以风水著称的豪宅 相传,风水学是从中国古代流传到日本的 早在日本奈良县明日乡村的补坟和高松总补坟的东南西北处墙壁上 就有青龙、白虎、柱雀、玄武的图案出现 建筑风水学是中国古代建筑理论三大支柱之一,影响深远 那现代的日本住宅是怎样把我们的传统风水学发挥利用的呢? 那我们就现在进去一起看一看吧 首先,风水中非常讲究环境 这个宅子依山而建,避风向阳,藏风俱寂,草木繁盛 而且是稀少的通透平房结构 去进通幽处,先穿过这条小径就来到正门了 大门作为连接外界与内部气韵的通道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重规重矩的大宅门正是明堂宽大思维福的好风水啊 来到了走廊 是将风景尽收眼底的情怀 夺回室内,又让人内心沉浸放松 好的风水就是这么收放自如 厨房与客厅是阳式的 重视了食用性 方便日常料理和招待亲友 客厅一亮不一暗 所以设置了落地窗,采光好,明亮通透 这样才立于客厅藏风俱气,招财纳福 客厅呢,与合适是相通的 阳风与合风结合 传统与现代交汇 窗外是蓝天绿树,凉风袭袭 主卧超级宽敞,但是采光相对少 因为风水中讲究亮天暗室 卧室是休息如阳身心的地方 它要安静,要凝固 所以光线呢,就暗些为夷 好了,我们来参观一下卫生间和浴室 卫生间和浴室呢,各有两处 都设置在宅子的边位 并且与厨房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避免形成风水学上的水火不容 卫生间和浴室呢,都有大大小小的窗户 因为窗长开,会气排 保持家中良好的风水 风水学上还说 卫浴间的地面,尤其是浴盆的位置 不能高于卧室 所以呢,大家有没有发现 浴缸是半箱嵌入地面的 哇,这里还有一个小桑拿房 经常针一针,排汗排毒,健康养颜 来到后院转一转,草木繁盛 感觉这里在精心打理之后会更加挤上添花 停车场内外可客厅两辆车,共四个车位 停车场上方是露台 与镇屋形成了左高右低的格局 镇迎合了左降龙飞于天际 右猛虎行于地面的好风水 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 其实呢,好的风水就是大自然环境 与建筑物自身完美的融合 拥有了这个豪宅,相信定会让您越住越旺 这个房子的售价是6800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不到400万 土地面积661.94平方米 建筑面积215.78平方米 好了,今天的快勤看房就到这里啦 谢谢您的观看